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普通公路、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油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它依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公升波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低油耗 难怪它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frolet Cruz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 Cruze 来到第一个部分投资有段时间 看看今早最新的经济数据和效市的走势 今早早美国公布了12月份 去年12月份的美国的非农业职位的增长 其实数字都不是太差 12月份增加了10万3千份的工作职位 市场预期原本是增加17万5千份的 同市场预期差一点点 亦都可能未承接到 ADP是星期三的数据数据这么好 连带到今早美股的未来指数都不是表现得太好 再看看美国最新的失业率 失业率方面 12月份是9.4% 是回落了0.4% 市场预期也比市场预期更好 市场预期原本跟11月份是一样的 其实出来也不是太差 其实现在美国的就业市场的情况 究竟是怎样看呢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些数据的时候 我们看到就是原来现在在12月份 美国的先人职位增聘的人手 是占了11万3千份的职位 其实都不少的 抵消了就是一万份政府工作的削减 另外在制造业方面也都不算太差 在12月份美国的制造业增加了 是成了一万个的工作职位 虽然是这样 如果是要支撑整个的失业率 是要回落的时候 其实为那个增长 每个月都要是挺强劲才行 其实是需要成12万5千份 是每个月的新增的职位 才可以应付到那个需求 包括了一些中学生 毕业的大学生 新移民等等 是来到美国的时候 那个找工的需求 每个月要增加12万5千份 才可以应付到这帮人 他们的工作的税源 变了其实都有一点隐忧 除了说是这个先人职位 或者制造业等之外 其实在不同的行业都有一些增长 比如好像医疗服务业 增长了3万6千个职位 另外在这个休闲娱乐的事业 也都增加了成4万7千个职位 变了其实那个数字出来 也挺令人鼓务 不过唯一就是 那个飞龙业职位 数字就和市场预期差了一点 另外在这个美国方面 也都公布了最新的公示 12月份 那个平均公示也都有少少上升 升了0.1% 去到每个小时 中头22.7毫米金的人工 虽然有上升 不过幅度实在是 我也觉得是比较小一点 虚长预期 原本就会升0.2% 其实这些数据出来都是一般的 而我们加拿大方面 也都公布了 就是最新的就业的数字 12月份失业率是7.6% 同上月份一样 不过都增加了一些职位 增加了成2万多份的工作职位 其实新增加的职位 在12月份 在这个全职方面 增加了成3万8千份 不过其实有一些兼职职位 是流失了 变了也都抵消了一些增长 变了最后出来 新增职位是有成2万2千份 而我们加拿大的就业人数 按年增加了36万9千人 增长是有2.2% 而12月平均的时薪 按年是增长2.4% 变了其实在我们加拿大方面 看到的就业市场 似乎都是比美国好 而受到今早这些数据影响 家园的汇价 今早也打了上去 已经在平算的以上了 接下来家园的走势 大家可以留意着 再看回美股的未来指数 美来指数全部都要下跌一点点 到市方面跌三点 纳指方面跌不够一点 而标普方面也跌一点左右 看到市场不是太受落 对于美国出来的就业数据 后市的走势是怎样呢 大家都要留意着 跟大家看看一些在外国的企业 比如说打入中国市场 很多的公司都是梦想的 比如好像一些电影公司那样 都很希望打入中国市场 但是基于一些很严格的审查 和配额的限制和盗版的问题 都是最受美感 荷里活制片公司的华纳拼底 终于想到新的方法 就是和大陆最大的网络视频公司 优酷网合作 将影片放在这个网站上播放 并且收一个很便宜的价钱 来作招来 华纳和优酷在去年12月一起合作 将这个卖载的电影潜行空间 就是Inception 在优酷网上播放 每个收费用户是五元人民币 虽然不知道怎样分账 但是相信华纳兄弟认为这样 总好过看着一些盗版的电影 在中国横行 自己吃白果 以翠珠中国市场不断的壮大 美国越来越多电影 和电视剧都争先登陆大陆市场 这个盗版的王国 以前盗版最为猖獗的时候 美国电影在中国上网 多数都是视本收场 不过美国片商已经屈服于这个现实 以低廉的价格 将版权售卖给中国的公司 以求打入这个13亿人口市场 由于互联网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行业 过中的原因 其实大家都心照了 不用多说 所以一直都被中央盯着 现在重重关卡之下 外国的网络企业 已被锁上手扣才能够入门 有些甚至包括了 都不准进去 包括了YouTube、Facebook等等 而独自战斗的一些网企 也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好像是Google那样 目前也都陷入于出局的边缘 而在关闭锁国之下 外国经营成功的一些网站被拒出门外 而在中国国内这些山寨邦就有机可乘 照抄都可以 因为他们无需赴上任何的法律责任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国内起家的一些山寨网站 占尽优势 而其他外来者根本是很难去匹敌 大家熟悉的网站 好像是新浪的微博、优酷、百度、腾讯等等 都是始于一些山寨文化 其后经过中国化之后 才成功在中国落地生根 由于法律是不完善 外国网站根本没有犯法 是循正式的法律途径 是取代中国一些山寨网 这种知识产权侵略的行动 导致了很多的外国企业 损失了不少的生意 以准备上市的groupon 团购集团为例 原来在中国已经有山寨版 叫做groupon.cn 中文名叫做团保网 网页的设计和运作模式 其实都是抄触groupon 累到正牌groupon 经常都要澄清 两个网站根本是无关系的 由于中央对互联网议设定 是诸多限制 而在中国大陆里面 很多的网络企业 都无需搞创新 因为一旦发现外国行得通的一些营运模式 他们就斗快照抄 再加上一些本地元素 那就搞定了 在这种不公平竞争环境之下 很难相信中国企业 会有大胆创新的能力 难怪好像Facebook这一类 拥有强劲盈利的能力的网站 永远都不会在中国诞生 如果groupon日后想进入中国市场 很可能就要向恶势力低头出巨资 收购这个假冒的网站 偷了你的知识产权 还要伸手问你拿钱 这个就是中国网络企业经营模式 伟大之说 说到这里 休息一会 广告之后回来 继续《投资友谈》